从小我在台湾跟着我外公住的时候呢 就跟他听戏 他是个老票友 特别喜欢听戏 喜欢唱戏 那么家里面呢 常常收集了很多的一些的 过去那一代的明觉的 他们的一些录音啊 录影啊等等就在家里面看 那么有时候有一些人呢 我觉得是 听得听得多了 但不知道后来怎么样 于是我就问他 那后来那一代明觉都怎么了 我外公就跟我说 都留在大陆了呗 那留在大陆之后 后来他们的情况又怎么样 我就不大清楚了 直到后来我看到张怡和女士 她写了书 张怡和女士 她的成名作 当然就是往事并不如焉 那么后来呢 她又写了不少 关于一些老艺人的故事 那么一开始呢 她写的是马连良 写马连良的那篇文章呢 就是放在 这个一阵风 留下了千古绝唱 这本书里面 颇受好评 接下来呢 张怡和女士 再接再厉 就写了一连串 灵人的故事就放在这本 灵人往事这本书里面 那这本书呢 我现在手上拿的是标榜 是主本完整版 是繁体字版 在暗示的大陆的简体字版 是不主本的不完整版 那么这本书里面呢 就提到了很多老艺人的故事了 你比方说 像这个尚小云 尚小云 我看她在油园金梦里面 那张照片 真的是俊美异常 然后呢 当然这里面还有陈彦秋 陈彦秋是四大名代里面 我最喜欢的一个 尤其我喜欢她的锁琳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看到 还有闫慧珠 这当年来讲 是非常野性的 这么一个女孩子 非常非常的漂亮 非常非常的美 那么当然这些年代呢 都是属于四大名代的年代了 这是一个中国金剧史上面 一个黄金的年代 现在要重新找回去 是不容易了 现在要回到那个年代 太难了 那么张怡和女士这本书呢 坦白说 我觉得呢 倒不如之前写的东西好 为什么呢 那首先我们要肯定 她对他们呢 这些老艺人 绝对是有真情的 但是问题在哪呢 就没有实感 所谓没有实感 就是她本人 不亲身认识那些人 就跟她写这个 往事并不如烟不一样 比如说写她父亲 写罗隆基 这些人都是她从小认识的 写出来的时候 那种细致的感情呢 就没有人可以取代 相反的 当她写这些老艺人的故事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觉得 她那种热情投入到一个程度 是会扭曲了她的某些观察的 我比方说举个例子 像她写叶盛长 写到叶盛长的时候呢 她就说到 她认识叶盛长 这一代明觉 认识她儿子 跟她儿子谈起来 谈起来父亲 就说你父亲当年长得可漂亮 那她外的是不是很多女朋友呢 那她这个儿子就说 哎呀 就是啊 我爸就很多外的有不少女人 她说 那你妈知道吧 她说 我妈何止知道 我妈知道了还不止 还把人家都认识自己的孩子了 那她妈妈是谁呢 她妈就是 也是京剧里面一个世家 就是谭门 谭新培那一家里面的一个女孩 叫谭秀英 然后张宜和就怎么写呢 你说 哎呀 你看这个谭家的人 真是不同凡响 那这怎么不同凡响 就说 你看 丈夫在外头有女人 还生了孩子 那没想到 这个谭家的女儿 不止不翻脸 还能都认 那么张宜和笔下去形容 这有大侠的义列 各位看 这是不是 看下去有点怪 有点荒谬 但是张宜和写来呢 她却觉得是理所当然 那么这就是 我觉得有点怪怪的地方 但是不能否认 这本书里面 有很多片段 真的是非常感人 特别是写到叶胜兰 叶胜兰是谁呢 叶胜兰号称是 中国京剧界第一小生 刚刚我们不是提到四大名单吗 要知道 在当时呢 中国呢 你要找轻衣不难 找淡爵不难 找老生都不难 要找个好小生 不知道为什么 就有点困难了 那叶胜兰就不一样 叶胜兰呢 她是小生里面 出类拔雀的人物 一身上下都是功夫 唱起来那叫做 气贯长虹 深圳电瓦 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诀 通常呢 只要挂上她的名字出来呢 她这个演出啊 就保证能够满成五成以上了 已经 只要挂她名字就行了 那么叶胜兰呢 说到叶胜兰 不能不提 富联城社 富联城社是什么呢 就是以前老一辈人所说的科班 科班呢 就是一些小孩进去 就立志要进梨园 要学系的这么一个地方 那这个富联城呢 真的可以说是当时中国金句界的哈佛了 培养出一代又一代 几乎是整个中民国时期最有名的艺人啊 都跟他们拉上关系 有一些呢 你说是光是搭班学艺的 像梅兰芳也是跟他们搭班学艺的 很厉害的一个班是不是 那这个叶联 叶胜兰呢 他父亲呢 就是这个富联城社的社长 那么说到这个叶胜兰这么厉害的人物 后来下场怎么样 我们看看文革的时候 他也进了这个红毅武器干校 插秧 文革后期临死前的段日子呢 他基本上就没事干 待在家里面 担惊受怕 要不然就跟人聊聊天 坏了在别的年代 比如说今天 或者别的地方 像这样的老艺人 这样的大艺术家 肯定都得好好供奉起来 让他教教学生 讲讲心得什么的 是不是 但是他不一样 为什么 他是个右派 他怎么个右法呢 一方面是跟这个张仪和他家 拉上了一点关系 二来呢 就是他对戏曲的看法 不够先进 什么叫不够先进 他就认为啊 搞艺术 成绝的人 最主要就是戏得唱得好 不能只看政治 对不对 但是呢 当时这个想法呢 是很不受欢迎的一个想法 是个很典型右派的想法 于是正所谓 表直无情 戏直无义 这个戏曲界 要批斗他的时候啊 正如演戏一样 什么话都讲得出来 即便如像梅兰芳 虽然啊 作为一个长辈 也很舍不得他 但是也是在批斗他的大会上面说 要跟他划清界限 那么其他他的很多长辈 他的同伴 比如说几乎是被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杜敬芳 唱蛋 就跟他搭配起来的 也出来要批判他 要跟他划清界限 要大揭发 而且还说呢 说成是叶胜兰毁了他的艺术人生 那这个叶胜兰 一代阴爽的这么一个小生 就站在这个台上面 过去在这唱戏表演 现在等着下面 这辈子认识的所有的亲朋好友 一起来批判他 后来叶胜兰还能够演出 那叫戴帽演出 也就是呢 戴了右派的帽子 照样演出 那么在这个演出的时候呢 他一出场 台下的观众 看到这人民的敌人出来 先来个贺场 先鼓掌 他有点傻 这是冲着我来的吗 我是个右派 结果一场戏唱下来 满场的观众是炸锅了 可是呢 他身为一个右派 其他演员演出完了 出来接受羡慕的时候 他是绝技不能出来的 他就再也不能羡慕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时事快报 再来 再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